一旦爆发全面核战,后果不堪设想,就比如广岛,长崎,在遭遇和打击后,数十万人丧生,幸存者多在之后数年内死去,但如今各国拥有的核弹头,威力远超当时所使用的原子弹,一旦投入使用,将在地球上制造出核冬天,导致全球变冷,作物欠收,最终令数亿人面临死亡的威胁。 而中美俄三国则一直被视为世界核力量的代表,他们手中的核武库积累具有怎样的规模,一旦不幸爆发核战争,又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巨大的灾难,而作为普通百姓。 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以提高在核战下的自救能力,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美国和俄罗斯无疑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核武器的两个国家,美国各型核弹头的总数约为4000枚,其中洲际弹道导弹在核弹头约有1500枚,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搭载的达1000余枚,战术核武器也有1500枚之多。 这些核武器主要储存在美国本土、关岛等太平洋岛屿基地,以及遍布欧洲的美军基地内,而俄罗斯目前所有的核弹头总数估计在4400枚左右。 分散部署在远东地区、西伯利亚以及欧洲部分,具体来看,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大约装备了1400枚核弹头,海际导弹约900枚,战术核武器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核武器储备量相对两大和强国要少得多。 外界对中国核武库存的估计在350-600枚之间,这其中洲际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数最多,大约有200枚,此外还有少量的战略轰炸机和潜艇携带的战术核武器。 尽管三大和强国拥有大量核武器,但由于拥合国家间存在着核威慑的相互制衡态势,全面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随着地区性冲突的增多,以及高端武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局部的低层级冲突还是有可能升级为核交锋的风险,这种概率虽然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例如印巴之间围绕克什米尔地区的纠纷,以及韩国与朝鲜之间长期的对立关系都存在着小规模的核武使用可能,此外,不能排除个别国家内部出现恐怖势力获取核武器使用权的极端情况。 因此,各国还是需要加强防范,避免局部核危机演变为不可控的全球性核灾难,毕竟一旦爆发全面的核战争,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人能够想象。 具体来说,核战至少会给人类生存,带来以下三大威胁。 我们先来看看单枚核弹爆炸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一旦核弹在空中爆炸,会产生极为强大的爆炸冲击波,这股冲击波的膨胀速度非常快,在十几秒内就能扩散到数公里范围,处在爆心附近的建筑物会瞬间化为乌有,大量市民也会被冲击波直接掀翻,甚至撕裂。 爆炸产生的高温更会瞬间将人体水分化为水蒸气,使皮肤烫伤,而冲击波还会掀起成吨重的废墟,砸向四周行人。 曾有幸存者描述,核爆时刹那间,整栋大楼就轰然倒塌,天昏地暗,四处都是飞舞的瓦砾碎片,有的人被压在废墟中动弹不得,有的人被碎片钉穿了身体,痛苦不堪。 爆炸还会形成高达上千度的高温火球,使环境中的氧气瞬间点燃,产生燃烧速度极快的火灾风暴,这股火风能在几秒钟内将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房屋、树木和其他易燃物全部焚毁。 可见,单枚核弹的爆炸后果就已然非常可怕,更何况是万一出现大规模核战争,估计会有成千上万枚核弹在全球各地爆炸,其破坏力简直超乎想象,那势必会掀起巨大的震波与火海。 一平一座座城市,所有建筑物化为乌有,到处都是烈火与浓烟,成片的树林被彻底焚毁,河流、湖泊也被污染殆尽,动物们纷纷倒闭,空气中弥漫着腐肉与胶着的恶臭,地面上到处是掩埋在废墟中的尸体,还有奄奄一息挣扎求生的伤者,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末日的恐怖与绝望。 除了爆炸冲击波和火灾风暴外,核弹爆炸还会产生大量的核辐射,严重污染环境,辐射尘埃能够迅速扩散到上百公里外,导致所有暴露在外的生物遭到辐射污染,即使躲过了冲击波和火灾,如果无法防止辐射尘埃的侵袭,人体依然会遭受到核辐射的严重伤害。 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的Gamma射线会照射人的外部身体,造成皮肤烧伤、脱发、呕吐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神经衰弱、消化系统衰竭的症状。 Alpha射线和Beta射线虽然穿透力较弱,但若吸入或接触到包含这些射线的灰尘,也会对人体细胞和DNA造成破坏,增加患癌几率。 最常见的后果是白血病、甲状腺癌等症,更可怕的是辐射尘埃还会污染土壤河水源,导致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而人又不得不依赖这些受污染的食物河水源生存。 长此以往,体内辐射物质残留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严重的辐射病。 曾有幸存者描述,核战过后,许多人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大片皮肤溃烂,然而因为饥饿无奈,只能勉强吃下一些受污染的食物冲击,数日后便无力再起,眼眼而终,若大规模核战真的发生。 辐射尘埃将波及全球各地,给所有暴露于外的生物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动植物会大面积死亡,人类更会因为辐射污染而生不如死,辐射的危害会持续几十年, 给人类后代带来基因缺陷,堪称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大量核弹爆炸不仅会产生大量放射性尘埃,还会向大气层喷射出海量烟尘,这些烟尘会遮蔽阳光,使地表接收的太阳辐射减少,导致全球气温迅速下降,有科学预测,如果发生规模性核战争,北半球的气温至少会下降设施二十度。 南半球也会下降于十度,气温的大幅下降会使原本温带的地区进入数年的严冬,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食物严重短缺,全球会出现大规模饥荒,许多贫困地区的人将面临极端的生存危机,气候变化还会使疾病肆虐,像是流感会在严寒中更容易传播,而人体抵抗力下降也使死亡风险增加, 同时,气温的变化也会引发各种极端天气,海洋吸收的二氧化碳减少,导致海平面下降,许多港口被冰封,海洋生态遭到破坏,而且核战不仅给当代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也会使地球环境长期恶化,继续危害我们的后代。 面对这样可怕的后果,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避免核战爆发,如何在核战中求生,针对核战可能带来的各种灾难,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布置了一些适合避难的场所,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地貌特点,主要有以下六种逃生求生的场所,地铁站和高铁站大都市建在地下的设施,可以为我们提供天然的屏障,阻隔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火灾风暴,而且大多数地铁站都修建有通风系统, 配电设施核水源,内部空间广阔,可以容纳大量人群进行避难,一旦发出核战警报,民众可以第一时间进入附近的地铁站避难,这会大幅提高生存几率,此外,现代化的高铁也占据有类似的防护功能,也可以成为避难的理想场所,这是正儿八经用来防核的,而我国早在抗日战争时就开始修建防空洞,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修建了大量防空洞, 典型的防空洞深达地下几十米,配备了多道防辐射铁门,通风系系统,水源,粮食等设施,可提供数周乃至数月的隔绝环境, 关键国家机关和军事基地都会配套重要的防空洞系统,保证国家机器在核战期间可持续运行,但是平民可利用的防空洞有限,且分布参差不齐,部分城市完全没有防空洞可供使用, 我国西部,西南部喀斯克地貌发育,天然溶洞资源丰富,这些洞穴部分已开发为旅游景点,空间较大,可为上万人提供避难场所,洞内温度恒定,水源充足,地势高,可有效防核冲击波, 缺点是分布局限在喀斯克地区,非该地区居民不太可能在紧急时刻跑到千里之外的山洞避难。 理论上远离大陆的海岛,可利用地理屏障来减弱核爆冲击波的强度,岛上已有一定的时速设施,可提供避难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是市居的海岛面积都不大,资源有限,无法容纳太多避难人员,交通运输也会成为瓶颈,实际上,海岛生存环境更脆弱,一旦大陆核战爆发,海岛也难逃被牵连的命运,由于海拔高人烟稀少,高原地区也可以成为避难选择,典型的如西藏高原, 冰雪覆盖,地势高,可起到天然屏障的作用,但是高寒缺氧的高原环境对普通人的适应能力都较差,无法长期生存,而且藏区年平均气温减二摄氏度,核战爆发后,气候变得更加严酷,会大批造成高原病,最后一个选项是干旱盆地,如新疆塔里木盆地等,这些深入内陆的低洼盆地,可利用地势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问题也是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水源匮乏, 且亦受各类核辐射影响,辐射物质更容易堆积在这类地形之中,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生存,地铁和防空洞在地缘分布上最占优势,是首选的避难场所,此外还需要注意储备必需品,做好防护措施以提高核战生存率。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尽自己的努力来守护和平,不让这样的灾难降临,对此,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我们到过去或使用避难相关等中,感谢 sabemos的相关说,这次会有 steal8500材料。 7000数字片1,260元1球 1317左右 1160元360元1球. 480元? 感谢观看